在视频中,这名中国博士研究生说话时只是镜头 他戴着口罩,但大胆地举起身份证,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他做出了爆炸性的指控 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对他进行了持续两年的性骚扰 周日,这名女子将视频发布在他的中国社交媒体页面上 不久后,该视频就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观看量 并在网上引发了对他所提到的教授王桂源的强烈抗议 王桂源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和党委书记 人民大学第二天便解雇了王桂源 称官方对这名学生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并发现相关指控属实 学校的迅速反映,反映出中国学术机构在遏制校园性骚扰方面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近年来,一些学校被指责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学生、免受导师和教授的骚扰 与此同时,在谴责这名教授时 该校和随后的官方媒体评论刻意避免将他的行为描述为性骚扰 而是将其描述为道德上的缺陷 在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和学者看来,他们使用的措辞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 将外界的关注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开 如果他们得避免说性骚扰,很难想象他们会认真对待性暴力 北京一家反家庭暴力求助热线创始人,学者冯愿说 这位自述名为王迪的博士研究生在他的视频中说 他的博士导师王桂源于2022年要求与他发生性关系 在他拒绝后,对他进行了身体和言语虐待 因我拒绝,他在其后两年多时间里对我进行打击暴富 并威胁我不能毕业 他在长达一小时的视频中说道 他还在视频中提供了音频片段 他表示这些音频是王桂源试图逼迫他发生关系的录音 他还表示保存了能支持其指控的信息往来 人民大学回应称,以核实该学生的指控 并已开除该教授,该校只提及他的姓氏为王 学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教授严重违反党籍校规和教师职业道德 王桂源没有回复寻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学生王迪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该校还表示,王桂源已被开除党籍 当地警方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对此事的网络评论称赞了相关行动的迅速程度 称,害群之马不能留在羊群中 名校的声誉不能被摧毁 女权活动人士表示 学校管理者往往更关心保护学校的声誉 而不是受害者的权利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校一直让学生对此类指控保持沉默 活动人士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学生收集的证据和对学校的广泛关注 校方管理人员可能别无选择,只好采取行动 中国著名女权活动人士吕萍表示 中国当局一直试图避免处理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 说成这不是权利问题,也不是安全问题 而是违反道德和党国政治的问题 他表示,这是为了避免被视为再鼓励学生寻求法律索赔 避免使用性骚扰一词也是过往案例的一个特点 2023年,重庆的西南大学解雇了一名教授 因为一名博士声称该教授强迫他与他发生性关系 在学校的声明中,学校称该老师与一名学生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冯苑等学者认为,这个词有问题 因为他暗示受害者也与此事有关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上发帖称 尽管大学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被官方描述为违反职业道德 但学术界倾向于淡化这一问题 然而周围的环境似乎都默认这是小事 甚至将此种现象当作男性不可避免的风流运势 他在这篇帖子中写道 该帖子已被点赞900万次 与平说,王迪不得不以牺牲隐私为代价公开投诉 这反映出校园举报机制的薄弱 在学校做出回应后 王迪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声明 称他对学校的回应感到满意 并感谢学校对他身心健康的关心 他的原始视频已无法观看 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一方将其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